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新封面是台湾 标题则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而开宗民意直指台湾一旦发生战争 将会成为全球性的大灾难 我们又来看看台湾这次荣灯上最新一期的 经济学人封面故事 而这个标题上呢 您看到了它六个英文字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而它在这个封面当中 它并没有直接写出这个地点是哪里 不过你看这个底下的图片 一看就知道雷达荧幕上的台湾 那这个台湾呢 它左边这个台湾海峡这里呢 有几个光点 而这个光点当中 这里放的就是中国的五星旗 而在台湾右边菲律宾海 也有几个光点 而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国号呢 是美国的新条级 看得出来吗 经济学人暗示台湾在美中两国的角力当中 占据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台湾为什么被经济学人称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呢 因为他认为中国武力日益的加重 而且严重威胁到美国的霸权 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台湾有台积电 台积电负责全球84%顶尖晶片制成 一旦战争如果真的爆发开来 全球的电子业损失难以估计 经济学人就说了 如果美国跟中国真的在台湾这里开打发动战争 那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世界秩序 可能会随之崩塌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葛 说小朋友才做选择 大人我全都要 你知道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 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在头脑当中 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 然后还能够维持正常形式的能力 把这句话用在中美关系上 也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数十年来 这个中国跟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台湾问题上维持和平 靠的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观念 中国宣称只有一个中国 而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 那美国表面上赞同中国的说法 但是他却花了70年来确保两个中国的存在 但是这种战略上的模糊正在消失当中 因为美国担心他们没有办法再阻止中国使用武力侵夺台湾 印太司令的戴维森上将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才说过 他担心中国最快可能会在2027年就会攻击台湾 经济学员就认为中国如果要动手 当然会是一场灾难 除了台湾流血 除了两个盒子大国的冲突可能升级 也包括了这个拥有台积电的台湾 如果卷入战火可能会让全球的电子业陷入停摆 所以经济学员才会用这张雷达图来暗示 台湾在中美角力战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一个在南海的主导权 如果中国真的控制了台湾可能会威胁到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 那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在南海海域一直主张的九段线 这个主权就会更加容易了 第二个对于美日韩的威胁 中国沿海的港口水深都不够深 这个潜艇必须要开到琉球群岛一带 才有办法完全从水面上消失 那如果中国控制台湾 就可以从台湾的深水港前进太平洋 增加对于美国跟日本的威胁 最后一点经济的重要性 不管是在领海的经济领域再延伸 他如果占领台湾 那把台湾整个经济领域再往上扩 这一个部分的海域当然都是属于他的 或者掌握台积电半导体的龙头地位 都有助于解决中国金片荒的燃眉之急 美国的战略中心有个研究员博斯科 他就出去了一份报告说 美国现在应该要改变对于台湾 战略模糊的政策 战略模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美国跟中国之所以在台湾的问题上 一直以来能够相对的 好像暂时不去讨论 暂时不去争议这个问题 是因为两国所持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不刻意去谈 暂时把这个问题给搁置 但是他们认为说中国现在如果攻击台湾 所带来的最大灾难会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在看 这是一场对于美国军事实力跟外交决心的艰难考验 因为你知道美国并没有跟台湾签订防御条约 但是美国一直以来所做的态度 所显现出来的态度都是好 我保护台湾 如果中国来攻打台湾的话 美国一定会出兵保护 但如果到时候美国的第七舰队真的没有出现的话 那这场横跨台海的战事 就会让中国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 那就会变得说全世界都知道啊 如果台湾没有美国的帮助 那美国的盟邦当然就会担心 当然就会觉得心知肚明啦 美国靠不住啦 那这样子美国在二战之后 所主导的世界和平跟秩序 就会就此崩塌 美国一方面承认中国 另外一方面却又保护台湾不受到中国的亲历 那个这个彼此对立的概念 被塞进所谓现况里面 那就是恐惧 就是焦虑 就是怀疑 那之所以翻腾不已 这也是一个根源 而且美国已经认定了 中国花了25年的时间 现在的战力已经能够横跨海峡 达到一个临界点 尤其是过去五年 你知道吗 中国的海军入列了90几艘的各式军舰潜艇 这个数字已经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的四到五倍这么多 那中国每年甚至还能够生产超过100架的战机 部署大量的太空武器跟飞弹 在美国自己模拟中国攻打台湾的兵棋推演当中 美军已经开始出现败机 华盛顿邮报在他们的社论当中也说 中国升级军事活动呢 其实真的不是只是作秀而已 他们是要实质的吹劲 称霸东亚 让台湾投降的战略 中国军队多次派出了数百艘这种俗称小蓝人的中国脱网渔船 在南海附近集结 更公然加大了对台湾的施压力道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00多架次的共击来扰台 问题是美国总统拜登 接下来四年会怎么做呢 你可以从目前为止他上任之后 到现在的言语看得出来 第一个挺菲律宾 把中国包围起来 旁边的国家全部都走一轮 跟菲律宾的这个乡挺 还有升级跟台湾之间的外交接触 甚至还派出了这个船 美军三度驶进南海 但是华盛顿邮报认为 美国以上的种种行为 都不太可能真的吓阻中国 也不太可能逆转中国逐步的军事升级 其实经济学人这一次的封面故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台湾深陷危机当中 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经济学人他就已经提出过警告 他说就像20世纪 全球的经济不是对于需求 石油的需求非常非常强劲吗 那石油要过要过哪里 过荷姆兹海峡 那这个荷姆兹海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现在石油已经不再是全球疯强的对象了 那这个经济命脉已经转移到台湾跟南韩生产晶片的少数科学园区 荷姆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还有印度洋的海峡 也是唯一一个要进入波斯湾水道 那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 有将近20%的石油全部都是通过这个海峡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对于20世纪的国际贸易是多么重要 所以现在对于台湾对南韩的这些科技厂商来讲 也变成全世界依赖的一个生产重镇 全球每年要生产超过一兆片的晶片来应付电子需求 车子也要用 那物联网也要用 AI也要用 什么都要用到晶片 而且用的数量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们一台电动汽车 就需要3000片的晶片 AI演算 大数据的运算 需要的伺服器 还有高效能运算的晶片更多 所以大家都想要抓住这个半导体的主导权 像是绘图晶片大厂辉达 辉达他们去年不是就砸钱吗 收购了安谋 那目前的半导体产业当中最先进的技术 前三名 好 英特尔台积电跟三星 那台积电跟三星 他们还被苹果 被亚马逊 还有Tesla 早上一起来合作 一起来研发超越同业效能的晶片 大家要在这个领域再生根 那经济学人为什么要把台湾跟南韩比喻做是21世纪的荷姆兹海峡呢 就是因为台湾承担了全球五分之一的晶片产能 哇 全球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的晶片都是从台湾生产出去的 而且呢 我们的先进制数高达了一半以上 不是那种低阶的这个制程 而是先进制程 那台积电的市占率在全球已经高达了百分之五十四 包括台积电在内所有的台湾厂商 现在市占率也突破了六成 万一供应链出了状况 全球的经济活动 五成六成全部都会瞬间停摆 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伍德克他就警告了 他说地缘政治的紧张 让晶片短缺恐怕会频频发生 供应链恐怕会因为产能以外的因素而突然中断 你如果说是因为生产方面的因素 什么东西做不出来 或者是因为你看像前一阵子这个海峡被中断了 所以没有办法拿到零组件生产不出货 那大家也就没有办法嘛 可是除了产能以外的政治因素 还有其他各国之间的角力这些因素 而突然中断供应链的话 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接下来会常常发生 所以您认为现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真的是台湾吗 而中国跟美国真的会在这里开打吗 请进行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